可以用一个十字形容的动漫有很多 但是从我懂事开始也是真没见过这种啊 吃屎能有开盲盒感受的神奇饭对吧 还能奇迹的饭剧 就别的动漫你知道这玩意跟爸爸一样 你最多是恶心 像是寿娘动物园那样就是纯粹的恶意 妹非妹那种属于是纯粹的 但是这玩意儿不一样啊 你永远不知道这盲盒里的爸爸是草莓味的 还是酸菜味的 结块的还是西汤的 无逻辑无过程 无设定无伦理 史无前例甚至史无前例 那就是今天要讲的游戏王A5 一个别说克耻辱柱上 能够把打耻辱柱铁宠魔神针的神奇番剧 用着游戏王历代最帅的卡片 四天之龙最宏大的世界观 次元战争 最优质的作画 巨型怪兽战斗 最足的情怀 历代角色 但是就是这么好的条件 上代物却能用神功巧匠之手 把一堆惊艳众人的东西 柔和成泯然众人的 甚至不如小女孩和狗的那种融合失败产物 大伙爆炒 凤梨片 浇上烟熏老酸奶 精神五个小时 和晒干的西瓜爆炒 之后又从老爸的厨房里 端出来的魔幻料理 原本用来卖情怀的老角色客串 用好了 那就是名人最后的罗选丸 用不好了 那最低也是个假面 其实第奇 但是写剧本都是天才编剧 尚代物啊 就他在观众面前拿着剧本 就好比黄毛在苦主面前抱着女主 或者说抬着女主 你再喜欢那个角色 那么还是得在我怀里 被我随意蹂躏 随意的改设定 不对 这还不如本子呢 你就算试看NTR的本子 昨天上午还那样 清纯唯美的女主 后天下午就成宝宝巴士了 但是就这还 他妈有两天的调教过程呢 你尚代物写的呢 你调教过程本 你那个过程在哪呢 你怎么洗白的呀 就天成快逗 决战米扎眼的 是不是那种觉悟与意志 直接把我看得憋不住眼泪 到了A5这边 没有憋不住泪 就算蹦不住笑了 上一秒 你杀我弟 杀我爹 杀我全家 看我不弄不弄死 你就完事了 你说什么我不听 你干什么我不管 你要怎么化解我的仇恨 我不知道怎么化解你的仇恨 这没有什么事 但是问题是 你马的上代物 也不知道怎么化解呀 上一期还苦打仇恨 他们不可原谅啊 下一期这个人就突然还呢 什么友情和信任 他就冲上来了 不是你干什么呢 过程呢 你洗白的过程在哪呢 友情和信任哪来的呀 真就是开忙 上一秒啊 下全家的血 很深仇 下一秒虽然他们什么都没做 但是我要原谅侵略者 上一秒 我是复仇者 我是毒狼 下一秒 友情相信 这不是在看翻呀 这是抽卡车啊 你这快斗咋 镜头一千 几个成借快斗了呀 我本以为是NTR黄毛本 结果你的恶多效率 比你妈催眠APP都快 不过翻前呢 确实是催眠APP 就从头到尾贯穿了 那心念就很愚蠢 决动带来笑容 这没问题 但是你笑了 你让其他所有苦难的人 也一起笑 那这就很有问题了 但问题之后还真笑了呀 我在贫困区被压榨了一辈子 人都快饿死了 哎 一看觉得我好了 我乐了 我全家都被融合 私人的人杀完了 哎 一看觉得我们手拉着手了 不是为啥说有屎和有礼 打到最后 明明有屎赢了 还是变成大boss了 因为这俩你妈的都是有礼呀 这绝带笑的心灵操纵能力 这是你妈的有礼的复仇啊 这俩有礼对着打磕 不是谁赢了都得出来最终boss吗 只能说这是用幼儿园水准 刻画阶级矛盾 用胎教等级描写种族战争 用受精管的思维啊 玩这种一回合摸五张动作卡片的睿智游戏 甚至用精子的水准 描写人物设定 这么说呀 因为这人设就真是人设呀 这是人设出来的一拨啊 综上所述 个人这非常喜欢A5的各种怪兽的 那龙也确实是帅 动画对怪兽的那种表现和张力呢 确实也是厉害 效果强力 延迟在线 优质的同谣终端配合超红和的强力融合 但问题是你这剧情也尼码的太拉胯了吧 所以一说国库马上开放零百世界了 光出零百世界的卡片就行了 那剧情我这一眼都不想看了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请务必三连关注一下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鼓励 我是亲狗 我们下期再见